台湾价值这是有用吗 这个阳明 所以小智到底会不会被换掉 目前不会啊 目前不会 目前不会 不是不是因为现阶段 你不要忘记他前天那个记者会 我没有抄袭 我才是原创 小智 他的整个论述 虽然我们老实说 他那个记者会基本上漏洞百出 因为光是一个 就是说我觉得正常人都知道 你知道我今天我还特地碰到一个 跟一个也是陈明通指导的朋友 他说他看了陈明通寄给杨林仪 还不是寄给林志杰 寄给杨林仪的那封信的行文 用字前词 他说这不是阿通师的风格 他说哪有那么客气的 他说他们改他论文都是很严格的 都是要你列书哪几点你要修改 然后就叫你回去改了 还帮你真补修改 他说难道真的学界还有VIP学生吗 他说他真的长了见势 那这整个事情在目前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一天记者会所有的资料 都不是林志杰的 他们公证所谓的证据 全部是从陈明通的邮件来的 都是陈明通的邮件 去公证的人也是陈明通 不是林志杰 林志杰你在台大读了 这个几年三年四年 结果你毕业才五年而已 你的所有的文件邮件档案 你找不到啊 这才是大问题啊 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 他那天记者会说 我最近很忙 我公事很多 我要参选 我要安排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要搬到桃园 我很忙 所以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我才终于把这些资料汇整出来 很辛苦啊 结果一看 都是陈明通准备的资料 关你屁事啊 看起来林志杰跟这个论文 是距离比较远 杨林怡跟陈明通 跟余正煌距离比较近 对 所以我就说 这整个论文的案件 从本来我们认为 我本来以为是抄袭案 到现在我已经怀疑 这应该不是抄袭了 所以是 我不敢说 因为没有证据 但是我认为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抄袭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林志坚 只是一个第三者 外人的一个角色 他只是挂名在这个论文 他也许实质并没有操作 这篇论文 这个我只能说是推测 为什么 因为你拿不出 你寄给陈明通的邮件啊 连陈明通那边都拿不出 是林志坚寄给陈明通的邮件 来证明 林志坚真的有寄档案给他 所以他都是透过第三方 就是这个杨林怡 对啊 所以你看哦 你看陈明通说 他公正了两份档案 一份是这个2月1号的 这个他寄给杨林怡 另外一份是3月8号 余正皇寄给陈明通 那为什么3月8号 就是余正皇寄给陈明通 你看如果今天是学生寄给老师 那就是学生写的嘛 可是陈明通2月1号寄给杨林怡 你最多只能说 这是陈明通 增补修改的档案 跟你林志坚 是不是你亲自写的 没有办法证明哦 不好意思哦 所以林志坚 小智 那个2013年 手张张的那个小智 要赶快回来 找到你的论文啊 赶快找到档案 不然 剩下 这个论文这个审定委员会 这剩不到两个月 这个恐怕对你很不利 他其实在记者会前一天 礼拜六傍晚的时候 然后就有绿营的电视 然后媒体得到独家新闻 说明天有重大市政要攻击 关键市政 关键市政 那时候他还本来以为说 起码他拿出原稿来 起码拿出你这个电脑里面的ward党 是不是怎么样还原 结果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email 还不是你记的 这件超夸张的 然后坐在那边的那个场景 其实我真的觉得 找郑运鹏跟黄定 反而让这场记者会很失败 最大败 他们很讲的 就是头头是道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反而更加的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映衬说全场最不懂林志坚论文的 就是林志坚本人 对这不是很荒谬吗 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到最后 整个民进党都搞懂林志坚论文在写什么 林志坚没搞懂 我到底写什么 我是谁 我坐在这里干嘛 然后我告诉你 其实大家还有一个 其实我这个 这个也是我后来发现 那个时间走也有一个玄机 林志坚的这个论文 他们讲他的那个研究计划 大纲的这个口试日期是 2016年的5月18号 那个时间走那张表格里面有 然后呢 他5月18号口试 5月24号口试通过 为什么不是口试当天就通过 对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是他们要回答的 余正坊是口试当天就通过 这中间那个 是没通过还是没处理 我不知道啊 因为他们有解释啊 他们只有 他们只有列出那个时间序啊 说5月18号林志坚口试 然后呢 5月24号通过 为什么有6天 还是补口试我不知道 那就是林志坚可能有再去修改啊 就是口试委员认为说 你还有哪些要修改啊 有可能啊 这有可能啊 对 可是在那同一时间 余正坊的论文大纲早就通过了啊 所以我说那这档记者会完全是 林志坚在治证几罪 就整个时间序都是余正坊比你早 你只是挑了一个 陈明通寄给你的档案 寄给杨林宜 对 寄给林志坚助理档案 跟余正坊寄给陈明通档案去对比而已 这能证明什么 什么都不能证明 所以这档记者会非常失败 所以再次呼吁小智 拿出你寄给陈明通的邮件 才五年啊 才五年啊 他就要拿出来邮件也不能证明什么啊 你认为我还是比人家晚啊 至少是他写的嘛 至少这个答案是在他手上的 他跟陈明通讨论嘛 他已经不是超写的问题了 他是根本就不算写的 如果你拿不出来 我真的会不禁怀疑 你跟这篇论文 你跟这篇论文没有关系啊 你只是挂名啊 你没有写任何一个字啊 我很担心这件事情会成真啊 他真的很可能啊 他不知道自己毕业措施 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好笑了 对啊 在这边跟着写准硕士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从本来 你看最近那个施政风老师嘛 有用那个A到B啊 B到C啊 什么ABC啊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关系图 怎么现在看起来 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那个相关人 关系图要画越画越多 然后呢 可是林志坚越来越像一个局外人 对 那 就是那个杨玲一摄 摄入的都比他多 对 然后你再去讲说 你是原创 你是什么善意资料提供者 哇 我发现这个论文 除了你提供资料以外 其他你什么都没做 就越来越担心 往这个方向走啊 所以我们为了关心小智 能够继续参选下去 我身为桃园人 我也热见 他与张盛政来一场 这个君子之争 所以呼吁小智赶快努力 把你的这个论文档案 赶快援党找出来 公诸于世 让大家看一看 你的学术实力 是不是真的在 对 可是杨玲 因为这个杨玲 他也说这都是外界在抹黑 然后讲了一大堆 可是问题是 他帮小智去跟陈明通 讨论论文这个本身 这个难道没有公私不分 公器私用的问题吗 有吧 当然有 可是问题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这个学界 这已经是肉席了 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在大学的 这个类似在职专班 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关 然后工作过 当时的那个 大学所在的这个县市的首长 就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 那种国民党的老 这种所谓被人家唾弃的政治人物 你的这个学历 你都说你是你自己的 你原创的 那当你今天 你的老师居然把档案 都寄给你的助理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你的助理是领新竹市政府的钱 不是领你领志坚 自掏腰包 聘请的小书童 这个我们要分清楚 你是领人民纳税钱的 好比说今天蔡英文在官邸 这个聘请了一个私厨 一个月六万块 给他一个厨师 那个人 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这是蔡英文个人聘请 他没有用到人民的纳税钱 他不是国家职业支付 所以今天这个杨林怡 当时在新竹市政府 是你林志坚的办公 市长办公室的副主任 是基要任用的这个秘书 所以他的薪水是人民出的 那怎么可以做你的 私人论文的事情 更扯的是杨林怡说 他自己在里书上 又是一个自政几罪的声明 他说我的这个市长的公务信箱 我要帮他整理什么的 可是那个信箱 陈明通公正的这份资料里面截图 那是Gmail信箱 新竹市政府什么时候 会用Gmail信箱当这个私人 当这个公务 公家机关都不会 公家机关不可能用Gmail 为什么 因为那是民间企业 而且很有可能会有害客 或是什么病毒等等 所以拜托 那份email的账号 目前是遮罩住的 是隐藏起来 到底是林志坚的信箱 我认为那应该是杨林怡的信箱 那如果今天陈明通 连档案都寄给杨林怡的信箱 林志坚就更是局外人 所以我就搞不懂 所以拜托 林志坚这个参选人 一定要讲清楚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参选到底 这样 因为现在民进党还能够挺你 但我很怕这个证据越来越多 挺不下去的话就很危险 大新闻大爆卦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卦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